烦恼 至少有一半是女孩的心思 你呀 就别猜了 烦恼就是 能力永远追不上见少力 画出这一堆堆狗屎设计图 烦恼就是整个世界都太随意了 越来越没规矩了 烦恼就是东家的婆媳 刚和好 西家的亡许愣战又开始了 烦恼就是我这舞跳得太好了 这这这些老姐妹们 都争执跟我的搭的 争风吃醋 烦恼就是家里沙发上床上地板上 鸡脚嘎拉里到处都是 永远收拾不完的头发丝 这位是罗先生 是你 是你 你们俩认识啊 认识 姐 他可是正义大侠 我是专坑朋友的小坑门 我不过是仗义直言而已 小夏 这罗先生就是帮我 抓抢包贼的人 就他啊 是 所以已经礼貌点了 那好吧 既然是这样 之前的事就算了吧 你好 我叫冯小夏 感谢你替我姐抓贼 我叫罗子哥 冯大侠姐 你什么时候能顾上我呀 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 那行 我再正式向我姐介绍一下 姐 这位就是徐然 我发小 刚从美国回来的 你就是徐然 果然文明不如见面 可惜狗拿号走 见了不如不见 徐然的 你好 什么意思 咱们别站这儿了吧 一块儿去吃个饭 也当是小夏姐妹 感谢一下这位罗先生 对 罗先生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晚上还有事情 那 这回就不强求了 下回再专门请你 别客气 举手之劳 那有机会再见 再见 你 还挺能摆谱 我这大舅哥 这么晚了还不找我 是不是跟我推呢 不可能了 他肯定是想考验考验你 能不能娶他家的女神 这还没找我 是不是就认可我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还是想考验我 怎么晚你还来了 这锻炼身体 你不累吗 不累啊 他也不累 你带他去训练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啊 我 我就是一小保安 不用知道我是谁 他叫陆冰 陆是陆地的陆 冰是冰匪一家亲的冰 怎么说 你好我叫罗子哥 你好 我是朱一鸣的朋友 我们俩要一起去锻炼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我我就不 他也是保安 他也想锻炼身体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我没有什么宏图大致 更不想去什么女神 加油 加油 等会儿啊 你 你 你如果要是不去的话 明天一天 巡逻你全保了 我又不想巴结他去 你就帮我忙嘛 我今天一直见他 我还是有点醋 你能不能帮我装着胆啊你 行不行吧 看你那可怜样 罗哥 冰冰 也十分想锻炼 那我们就去活动活动吧 好啊 一起吧 国企小广场 预备 跑 跑 能能能能 走了走了走了 哎呀 姐 那个我请客好好吃 今天呢也算给你压压惊 下午那妈宝实在是一奇葩 你能在那儿坐满五分钟 有寒养 这个胡大爷 简直太不靠谱了 你回去别跟姨妈胡说 免得她又跟胡大爷闹起来 就麻烦了 我知道 得亏了我爸总是拦着她 要不然啊 我妈非得把咱小区的人 都给得罪光了不可 小夏 别这样说姨妈 姐没事儿 这是我幼儿园就认下来的 亲兄弟 关你铁着呢 我爸和冯叔啊 部队的老交情 对我呢也是分仪看着长大的 我们就是一家人 来来来 嗯 一家人 一家人 干杯 干杯 嘛 你还处吗 看你 他就对我 好 那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小猪加油 小猪加油 来 调整呼吸 摆屁 你别打乏我节奏啊 我冲刺呢 我 快快快 起来起来 好安步不能躺下 对心脏不好 来 走起来 来 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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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起来 陆大哥 你这成绩啊 是三分三十八秒 小猪 你这个 四分四十二秒 这一千米能有你这个成绩 也是有点惨不忍赌啊 我主要是赌了我 来 来 你们啊 都记录一下自己的心跳 记录一下自己的运动成绩 一个月以后 咱们再测试 还不对啊 今天啊 只是个基础测试 明天起 咱们正式开始训练 好 我不去 我也不去 这陆大哥随意 朱队长 你可不行 你可是个队长 这队长的体能素质 要是跟不上 这手下的人怎么能服你 不行 朱队长 强制参加 强制 这一千米怎么着 朱队长也得跑三分半嘛 我最好成绩是三分四十五秒 他非让我跑进三分半 我这辈子也跑不完呢 有一个要命的大舅哥 我真的是伤不起啊 我要尽快摆脱他 怎么样 有信心吗 大舅 哥 那个你在咱社区待到什么时候啊 没什么事的话 再待十天吧 太好了 你放心 我待几天 我就带着你练几天 即使我不在了 我也会天天监督你训练 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别客气 出门在外不就是靠朋友吗 老朱 你是我在江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好 那我一定好好表现 不辜负罗斯格对我的关心 我一定当一个好队长 保护萌萌 什么 我说我一定当一个萌萌的队长 萌萌萌 好 集团的大型春招 下周进入面试阶段 尤其是特殊人才引进计划 目前进展顺利 同居委会的联合竞聘 也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咱们集团 跟居委会是一家子了 大小事情处理上 就省心多了 您是清闲了 我可是要两头跑呢 这叫事办公备 才不是 是事多公办 不过两边协调好了 办起事来确实痛快 这只要两套马车 顺着一股道走 为居民为业主 都是一回事 谢谢 每次到你家 都有一种 到了五星级大酒店的 错乱感 是啊 冷冰冰的 我的意思啊 是说徐伯伯有品味 讲究 我不讲究 但是 我不走他这种 假大空的路线 你这话 敢当他面说吗 有什么不敢的 难怪你们吵架 换成我 打断你的腿 来 我看看你有多大劲 招打是吧 小夏 说说 今天登门拜访 所为何来啊 这一货 昨天送我了这个 我上网一查 好家伙 六万多块钱呢 这要是我妈知道了 可不得没死 其实我也挺喜欢的 可说实话 我要挣了这么多钱 我才不买它呢 卖个够用的不就行了 把剩下的钱 给我爸妈抱个豪华油轮 让老梁考地中海奢侍一把 多好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收得手软 还给你 那一般女孩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你那口味那么刁 我怕送不到位啊 这个实用 这就店员推荐的 你拍照肯定用得着 可是这东西太贵了 好几万块钱的东西呢 我得卖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啊 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 我又不玩摄影 这个啊 也就是一拍人像的入门机 你拿去物尽其用 我留着蒙成裸灰 入门用不了这么好的 反正我收不下 来来来 让哥啊帮你换种思路 来 带上 你要是不收的话 我能让你从小小的不安 变成深深的内疚 你信不信 喜欢冯小夏 你这不废话吗 幼儿园我就认定了 小夏就是我老婆 实话实说啊 虽然交过几个女朋友 我最喜欢的 还是冯小夏 所以 这次回来只有一个目的 小夏必须拿下 我那个熊孩子 刚从美国回来 要搞什么创业 有一个风头公司 看上了他那个创业项目 你要有时间的话 帮我去了解一下 那个风头公司 什么背景 那 项目前景 跟合作伙伴也查查看 好 我儿子 要是能有你这个搭档 我就放心了 你 我为什么要跟着萌萌 啊 还不是因为我小姨 萌萌是我小姨的 关门弟子 受小姨之托 来江城打理汉秀坊 不过我跟着萌萌 倒不是因为汉秀坊的事 是因为 我就直说了吧 萌萌是我媳妇 不过还没过门 我小姨啊 觉得她最近神神门门 怀疑她在江城出场退下 非让我来瞧瞧 小龙哥 小声点 别让萌萌听见 小龙哥 我一直想问你啊 你为啥一直在跟踪萌萌呢 观察她的情况 向家里汇报 那你这个问她不就得了吗 你至于要这样吗 我要是能问 还跟着她干吗 最近啊 萌萌总是神神秘秘的 搞不好 有什么奇怪的追求者 昨天你不是还替花店送花来着吗 对啊 萌萌长得那么漂亮 有追求者 也不奇怪 关键是这个人一直没出现啊 合着你就为送花这事啊 对啊 你不觉得奇怪吗 萌萌天天正常上下班 没有什么可疑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那边监控 前三个月的监控 全能吊出来 太好了 我都盯了好几天了 都没发现情况 要是看了监控没事 我就可以回老家了 保在我身上了 小猜蝶 昨天大雪被抢劫这件事 可是个大事啊 我这当主任的 心里总是不踏实 别说你了 就是我这个志愿者 心里也不踏实 你说咱们小区 那么多年轻的女孩子 下班都特别晚 不放心哪 不管是谁家的孩子 不论出了什么意外 咱们都交代不了 可咱们说到底 还是个志愿者 我有办法了 咱们成立一个老年巡逻队 作为保安的第二梯队 守护咱们小区的平安 这个志愿也太好了 你说咱们小区里边 这么多老年人哪 把他们组织成了一巡逻 既保证了咱们小区的安全 又锻炼了大家的身体 老师啊 老师啊 我就是这个想法 老爷 你又要挑我们什么词啊 有没有搞错啊 把我当成是无理取闹的人了吗 对于你们俩的好主意 我一贯都是支持的 也算难得 难得 那我先走了 走 小诺哥 怎么回事 起来 小助队长 这个人是盗窃团伙的成员 上次抢包那个 老小子 终于让你诸爷抓上你了 我等你有一段时间了 交给我 来 我送派手去走 来 抓这儿 这就方便多了 下回我可得教养你擒拿 好 走 老实点 我刚抓到的贼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是遇见你就没好事吧 对不起啊 刚才那个是个抢包贼 他是冲我来的 你没伤着哪儿啊 伤被伤着你看不出来啊 那你赶紧走两步我看看 走我什么走啊 我没让你看我 不然你看这个 看看 还能用吗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这相机不过是身外之物 再买一台吧 你说得到轻巧 你知道这相机多少钱吗 张口闭口就买一个 多少钱 我赔 赔赔赔 你赔得起吗你 你别着急 这事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我让你负责了吗 你是为了抓贼 还是为了帮我姐抓贼 我要是赖着你赔 我成什么人了我 别别别 你不用这么想 一码归一码 这相机是我弄坏的 我就得陪你 行了行了行了 算了 我自认倒霉行吗 算我求你了 麻烦你以后见了我 让我盗走 就等你陪我了 干吗呀你动手动手 都跟你说了不用了 不行 这相机我必须要赔你 多少钱我都赔你 坚决要赔 坚决要赔 坚决要赔必须要赔 这是原则问题 行 这相机净头六千 我走路没看路 你我各担一半责任 你赔三千 没问题 我觉得我的责任更大 我赔你四千 行 就这么定吧 不过我没带那么多钱 来 你在我微信 找小夏天来也 准备好钱再来找我 所以呢 巡逻队这个事情啊 我必须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大家有这个积极性是好的 就是这个管理上 管理上你就别担心 我全权负责 冯经理 冯经理 我刚才在小区秦获了一名抢劫犯 已经让我给送去派出所了 报告完毕 你秦获了抢劫犯 可不 听说他是昨天抢猫的那小子的同伙 在公安机关都已经说明白了 这又不不 小师 你不得了啊 你了不得啊 你 你 你是怎么抓住的 我给你精彩回放一下好不好 好 我上 我是这样的 我当 我当时上那个抢劫犯 相当凶惨 我就啪啪啪 就几招就给他拿下 小猪看得不错 看得不错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你看我那个 什么时候 我能不能转正吗 不是吧 你真的好意思啊 还转正 你真好意思张嘴啊 抓获抢劫犯的那个 好像另有其人吧 不过是 喂 那个 颜大爷你回家就遛狗去吧 那个 确实很辛苦 你是不是忘了 颜大爷当时就在现场 我还听到你叫那个 管他叫什么小萝卜 小萝哥 我当时 小萝哥 小猪 小萝卜 你怎么回事啊 是啊 有人有这么个人吗 然后开始之后 我不就跟他搏 搏动了人 他就要跑 就是我又抓回来了 但是我这会儿已经 体力不支了 这时候恰巧 小萝哥就在旁边经过了 在我的帮助下 他反正帮助了我 你说你真有意思 就是 飞进了九牛二五之力 最后终于还是 他 我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征服了 这个歹徒犯人 我还是觉得 这一幕对我 还是有很大的鼓励 和小萝哥 不容易 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和自豪 开心 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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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不容易立了四公 我还遇到了野大爷这个词宝宝 你 你说 以后冯经理该怎么看我 我真的是 偷鸡不成十八米呀 我的取代之路 真的是一泄千里了 真够可以的 张口要人家三钱 你不说他是个快递哥吗 能有那么多钱吗 你看这样行吗 我替他赔你 我又没想赖他赔 是他自己非得赔 你这么聪明个人 你随便找个什么借口 就说你正想换相机什么的 这不张口就来的吗 我当时又气又心疼呢 哪还有内心情啊 再说了 三千块钱 连个零头都赔不了 你这相机到底多少钱 六万多 什么 徐然刚送我的礼物 这到手还没有二十四小时呢 那么大的礼你也收得下手 我都后悔死了 我都后悔死了 今天出门就是想还给他的 可被他三言两语绕回来了 这家好了 白白给祸祸祸了 还欠了那么大意人情 你跟徐然现在到底什么关系啊 姐 你可别乱想 我跟他就是发小铁词哥们儿 这你就敢收大礼 冯小夏 你当真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明天就还钱给徐然 听见没有 知道了知道了 我本来就准备把钱还给他的 可我现在只有三万块私房钱 还准备上货呢 打住 就你那点钱也就只够上货的 算了 我先帮你垫上吧 姐 行了 别婆妈了 六万块钱查准了 没错吧 博子哥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赔的 怎么样 天眼灰灰 疏而不漏 全在里面了 这下我也放心了 总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那你就踏实回老家吧 只可惜一波钢瓶一波又起 我又惹上了银钱债 欠人钱了 说来话长 你们知道这附近 哪有招短期工的吗 等会儿 你不回去了 回不去啊 我欠了别人钱 手头又紧 咱们保安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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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找是吧 看到一个门 我们小区门口那便利店 好想招人啊 我前两路阔的时候把 好像门上贴上来就还 是 是有 是有 就那家是吧 嗯嗯 我真不是不想帮我打牛哥啊 我只是现在 我也不知道我是好人 还是坏人 我 我一会儿羡慕 我 我一会儿嫉妒 你说你说我现在 我是人是贵啊 我呀 我呀 我的嫉妒心 又加了上风 我 我 我呀 我呀 明明啊 嗯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今天没有告诉 骆子哥 保安队招人的事 特别不够意思 你就是不想让他进保安队 怕他占你的位置 对啊 一山不能荣二虎 你说就他那身手 到了保安队 那能服务馆吗 确实 就你这哈喽咖啡 还是粉色的 哪能见真虎啊 不好意思 迟到了 五分钟之内可以接受 哎呀 你约我出来 觉得他真有点奇怪啊 那我就直说了 这卡里边有七万块钱 密码是小夏的生日 你送他的相机就当是 你出心意 我出钱 什么意思 你送小夏的相机太贵重 我替他还钱给你 是小夏让你还给我的 不是 他自己怎么亲自不来 他只是不好意思 再开口推你 至于吗 这不就一部相机吗 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 徐公子真是贵公子的口气啊 这相机在你那儿是不值什么 可却正经能换大半部小轿车 小夏要是真收了 难免落下个没家教的口识 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我跟小夏的交情 不值这点钱 正因为你们的交情 比这钱珍贵得多 才不该让钱夹在中间存了心结 很多时候替朋友多想一层 才更尽心意 你有理 这卡我收下了 相机当时也就是一万美金出头 折合人民币就是六万三千七百八十一 多出来的六千两百一十九 我留在卡里还了小夏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那我先走了 慢走 走吧 不送 慢走 山冠老师 您是哪位啊 是我呀 我是千贺亭社区华侨城小区保安队队长 我姓朱 名一名 一名净人的一名 朱队长 不是 朱队长 您还有事吗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就是我这个人啊 我都不认识你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样啊 我们之前见过好多次啊 之前有一次 我见你一把伞 还有你寄快递的时候 我给你换过零钱 还有前几天 我送给了你大树玫瑰花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 你能记得就好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 对于人脸识别不太擅长 脸盲症 我可真是生活小百科啊 连脸盲症这样的词 我都想得出来 我是不是不应该跟他说啊 他会不会以为我在骂他呀 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那就好 朱队长 是这样 我呢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想您就不用再给我送花了 好吧 好 嗯 上光老师 还有事啊 这个给你 这是干吗呀 这是 我送给你的小礼物 一表新意 好 我收下了 好 那我们就交个朋友 好吗 这个送给你 那 交换过食物就算朋友了 嗯 我就先走了 你就不要跟着我了 去巡逻吧 嗯 有男朋友 我怎么不起他有男朋友呢 我侦查了这么久 我就不知道他有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 为什么会收下 我贴心准备的小礼物呢 还送给我糖 考验我 一定是考验我 我是不会上当的 上光老师 上光老师 呃 还有事啊 你还记得我吗 朱一鸣 我是做什么的呢 华侨城小区保安队队长 你终于记得我了 朱队长 你一分钟之前才跟我说过 太好了 那 没事了 嗯 我可以走了 嗯 好 拜拜 再见 我从前来报名的人当中啊 挑选了六个老头 加上我们三个 就是九个 我是队长 你们俩是副队长 你说什么 你当队长 凭什么呀 我是居业会主任 我当队长 名正言顺 打住 打住 副主任好吧 请嫁帮女儿看孩子的张大姐 张鸿梅她才是主任 那我也是代主任 我同意老胡当队长 同意的请举手 不要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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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每次你们都是二比一 这次我们剪刀石头布 一局定输赢 敢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谁怕谁啊 来 来 剪刀石头布 我一把剪刀剪死了两块破布 这可真是老天有眼 嫉妒死了吧 队长 现在领导干部都已经定下来了 下面的议题就是 为我们巡逻队起个好名字 那我赏好了 我赏好了 西洋红巡逻队 怎么样 有文化 有内涵 这太俗了 什么都西洋红 俗到家了 胡副队长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我 赏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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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天鹤佬 老年巡逻队的同志 请举手 二比一通过 就这么定了 徐大少爷怎么有时间光顾啊 这好像是我家吧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不错 这打扫挺干净的 那可不 从我到这拍照之后 都是我自己亲自打扫的 就怕你亲自打扫 你打扫能有照意打扫得干净 那可不敢比 怎么 徐大少爷准备搬回来住了 暂时没这打算 那等和徐老怪吵架了再说吧 你就不能不和你爸吵架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和徐老怪 见上两回呢就得吵一次 要不然 他能在这儿给我准备一个地方 那是徐伯伯投资有方 住哪儿买哪儿 买哪儿哪儿涨 然后 就培养出我这个败家子 拿钱买朋友 别在我眼前晃 看来是见过我姐了 明显气不顺啊 要拿钱来砸我 也应该是你自己亲自来 你派一座冰山 一副教育人的样子 你给谁看哪 徐然 你注意用词 那可是我亲姐 还不许我生气了 我真心实意地给你送东西 倒成了凸显你没家教 我变成了不肯为朋友 多想一层的公子哥了 来 来 来 喝口水 消消气啊 那话真是我姐说的啊 可不是吗 原因重现 我可没有诬陷她 剩下钱都在卡里呢 自己留好吧 哎 五姐那也是为我好 你也是为我好 看看 我是多么幸福一孩子 对吧 别嬉皮笑了 行 那你说说吧 打算怎么补偿我受伤的心灵 这还不好办 哥们儿折哪儿 我就搭哪儿 好 咱们小区不新开一家射箭馆吗 走 陪哥去玩玩 哥哥哥哥哥 等会儿 我还得工作呢 咱先把这些衣服弄清楚再说 行吗 乖乖啊 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眼 你不是搞女装吗 怎么这么多男装啊 帮别人拍的 挣探快钱 模特呢 怎么没模特啊 要不我帮你找几个模特 要不你给我当模特吧 要不你给我当模特吧 别闹 我是你请得起的吗 这 就知道请不动你 今天不拍 但我得先做好搭配 我说你别进门这些假招子 你要没钱了你跟我说 易物而不易于物 对吧 知道 这话还对我胃口 来 来了 对不起啊 实在抽不出空来 还得让你专门跑一趟 没事 反正我也要买牛奶 来 这是还你的四千块 怎么转眼功夫 跑便利店来打工了 反正不是为了还你钱 你别多想 怎么 怎么了 哎 你那拉链能拉吗 能了 我这拉链是真的 帽子戴上去试试 转身 转 转身 果然还行 上次打眼一看就觉得还不错 什么还不错 哎 你明天有时间吗 给你介绍个挣钱的活 什么活 平面模特 给男装拍照 这活我可没干过 能行吗 我是摄影师 我说行就行 干嘛干嘛 那 那要不试试 行 那今晚早点休息 别明天浮肿不好看了 哎 晓晓 那个 你不买东西吗 这 不买东西 就不能进来跟你说话啊 摄像头坚实了 没有 你自己说的 买牛奶嘛 哦 哦 对 我给忘了 买牛奶 牛奶在那边 集团联合招聘的时间定了 咱们物业这边 除了维修领班 保安部经理这两个职位 还有别的需求吗 最急的就是这两个 尤其是保安经理 现在这个 华侨城小区的保安队长 都不是正式的 都由朱一鸣展示代替 确实 物业这边 保安和维修队长 常年有缺口 如果培养好了 内部晋升 肯定比外面找的要好 不是 朱一鸣这孩子 倒是挺努力的 工作态度也挺好 这都总觉得 差 差点意思 可以给他一段时间 没准他能行 报告房经理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努力地完成 做一名保安队队长 报告闭 你不觉得他差点意思吗 可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